这两天出差了 去了一趟杭州 去看了一下西湖 然后有个臭宝 刚好寄过来一个寄养 就在这里边 我们家里的小伙伴 担心冻伤或者冻死了 放到屋里边然后给打开了 这个是一个君子栏 已经把根全烂没了 哎 根全部都烂没了 而且已经长毛了 我估计它这个花了 不少钱买的呢 叶子有点折伤了 这一颗的话如果说 正常社会价的话 得四五百 这花友养的残废了 好心疼 这花友能救活吗 能 而且存活的几率非常高 首先呢我们找花盆 不用找特别大的 没必要 用特别大的 不利于它的排水透气 也不利于它的发根 其实越小越好 像这种情况 但是呢太小了以后 因为它上头太大了 会固定不住 所以说咱们想了一个 失踪的花盆 老规矩先找土 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 完全厚得住 把这个呢给它种进去 先感受一下大小 大概种的时候 大概就这个样子 加上要把根部给它处理一下 很多的花肉养菌子 容易烂根 养菌子 难的时候也注意啊 不要往这个芯里面浇水 尽量的 先给它浸泡一下 水里面加入一些生根叶 老花一卖这款 草莓生根叶 老好用了 发根特别挖菜 加入一些杀菌叶 以为它长毛了 丑巴 所以说杀菌叶是一定要的 用的是二枚零 有条件的醋饱呢 再来个小黄会更好 没条件的醋饱 就单独用小黄 小黄会便宜一些 这小黄二号 用了两种杀菌药 一种生根叶 稍微搅拌一下 浸泡几分钟 然后给大家叨叨一下菌子兰 菌子兰一般呢 有的花友会养的不开花 这个是需要温度 就是如果说温度很高 它是不爱开花的 要稍微冷凉一些 一般呢不高于25度 不低于15度那个样子 也就是13度以上 23度以下 就是正负10度 这种感觉是最哇塞的 超过30度不爱开花 太冷了容易冻伤 一般低于5度 叶片就冻黑了 所以说花手没眼 盖它这个点 还有一个人 他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咱们用皮肤去感受就OK了 明白了吧 再一个人 盆土可能会比较关键 他每一到两年左右 要换一次植料的 你不换的话 怎么理解呢 它就是长满了 长满了以后 它土里面其实没多少营养了 很多花友会遇到这种尴尬的境遇 像这位花友呢 根部全部都烂了 我怀疑啊 就是它浇的水太多 没有必要去浇很多的水 就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就行了 要不然容易烂根 其实这个可以削一削你知道吧 其实可以削了它 就是切掉它 但是没必要 就这么糟吧 多泡一会儿 其实这个花盆还是 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大 再小一号的花盆会更好 我找了个旧的花盆 先养活 先把这个根养出来 这样子差不多感觉 会更透气一些 因为我直觉上感觉啊 这种更透气的花盆 会比这个稍微深一点的 更爱上根 所以说那花盆一定要盖它 不要用任何的肥料 什么肥料都不要用 树土肉盆 这样呢就种完了 种完以后把这个压湿一下 因为固定性差 这是这个土的缺点 我怕它倒啊 家里这边水是一定要浇透的 一定要浇的 有的话说 老花益你有大棚啊 我们在家里啊 其实在家里花 我们可以自己做个大棚啊 你像这种 用这种框架 是吧 你用木头也行 用竹竿也行 弄点塑料袋 就那种后边那种油脂啊 给它糊一个也行啊 它不就能有一个大棚了吗 对吧 你做不起大棚做小棚嘛 它就可以保温保湿 咱们就把它当成 重新扦插的就OK了 那这个呢 对温度要求还是蛮高的 我就怕大降温 只要不大降温就没事 老花益旧君子兰的成活率 所以目前是百分百 目前还没有嘎的呢 所以说这位花鱼 不用过分担心 但是还是那句话 寄养是免费的 快递费要自己出 养死了不赔 别的没啥了 就放在这儿 等着它开花 等着它长根 等着它生长就OK了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吧 觉得不错 就点个关注啊 老花益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想要寄养的车宝 联系后台就行了 我是老花益 养花最载一 拜了车宝 喂 嘿嘿 嘿嘿